政见广播 为何说美国大选是政协大战 在上个世纪 共产主义曾荼毒世界 几十个国家主动或被迫实行共产主义 造成的结果是以以上人非正常死亡 之后大多数共产国家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目前全球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五个 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 摒弃共产主义做回真正的中华儿女 已是很多人的共识 但是面对中共这句史前怪胎庞然大悟 不少有时之事一直彷徨无忌无从下手 转机出现在2016年 当年年底政治素人川普战胜希拉里 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 川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步步为营 暗藏玄机 特别是以中美贸易战为核心的一连串制裁措施 更是拳拳倒肉直接打中了中共这条毒蛇的七寸 川普的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40任美国总统里根 正是里根于1991年成功搞垮了首任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 结束长达44年的冷战 里根之后川普能否助力解决中共 是很多中国人想看到的 中共自其成立就用谎言对人民洗脑 所谓的经济建设成就一直是它糊弄人民的法宝 确实中国现在的GDP是苏联最高GDP的14倍 中共表面上的强大也主要在于这点经济实力 五毛张维为等人为此吹捧中国模式 不但毒害了无数底层民众 就连很多严谨制学的学者也纷纷点头称是随之起舞 实际上中国物产丰富 人口众多 百姓勤劳质朴 气候适宜 又有3.2万公里海岸线 无数出海口 本身就具备发展经济的极佳条件 但是中共建政后30年里一直在搞运动 经济发展缓慢 有几年甚至是负增长 到1994年建政45年时 中国GDP仅5643亿美元 而在这一年 韩国GDP为4636亿美元 90年代初 中共放开外企限制 开始对外招商引资 从此中国经济才算走上正轨 而真正的高速发展 则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2001年 克林顿政府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自此以后 外资输血扶持中国经济 中国出口大增 仅用十几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共经济发展的真相 就是左手拉外资 右手偷技术 对内牺牲环境 高价卖地 对外非法补贴 黑金收买 说白了 就是不遵守任何规则 为了赚钱 不择手段 中国确实富起来了 但中国的富和西方的富 不是一个概念 西方是民富国穷 像美国 钱都在老百姓手里 政府经常穷地关门 百姓照样过日子 中国则是国富民穷 财富都集中在中共权贵的腰包里 中国的水利 电力 油气 网络 通信 都由中共垄断经营 导致水费 电费 油费 网费 手机通信费 样样都贵 百姓不但要为这些公共资源高价买单 还深背住房 医疗 教育 新三座大山 敢怒不敢言 李克强曾说 中国有6亿人 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有调查显示 为了治病60%的中国人 在生命最后28天里 花光了60%的积蓄 猪门酒肉臭 入友冻死骨 是今天中国的真实写照 贵州副省长王小光 落马前把家藏4000平茅台到下水道 而同样是贵州省 女大学生吴花燕 未省钱救弟弟 连吃5年辣椒拌饭 一天只吃一个馒头 常年缺营养 生病 没前置 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24岁 中国入市时 善良的美国人以为 当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后 会逐步履行入市时的承诺 会善待百姓 会走向政治民主 他们万万没想到 中共压根没有想履行任何承诺 也不会给中国人自由民主 他反过来把经济发展的原因 归结为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 这就好比一个流氓发财后 把成功经验总结为坑蒙拐骗 共产主义不但残害了中国人 自由世界也不能幸免 据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解释 共产主义早已渗透到全世界 并以环保主义 女权主义 同性婚姻等名义 行共产魔鬼控制全世界之时 今天的美国社会左右分裂 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 美国大选的波掘云轨 正是这一切的真实写照 美国左派背后的黑手就是共产主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 没有任何武装政府有能力应对不受道德与宗教约束的人类 贪婪 野心 复仇 鲁莽 将会破坏我们最坚强的宪法核心 犹如一头鲸鱼冲破渔网 我们的宪法只为有道德 有宗教信仰的人们而制定 它完全不适用于对其他任何人的治理 亚当斯的话似乎专为针对共产党而设 共产主义号召消灭家庭 消灭阶级 它最擅长的就是煽动人性的贪婪 野心和仇恨 开展暴力活动 不管是中共土地革命斗地主 还是美国的黑命贵运动 都在这点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共产主义的美国工人党就开始鼓动黑人革命 号召黑人成立苏维埃黑人共和国 后来甚至出版了一本宣传手册 苏维埃美国的黑人 主张把南方黑人的种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结合起来 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受到了苏共和中共的支持 美国共产党黑人领袖伦纳德·佩特森退出美共后 曾举证黑人的暴动骚乱受到了苏共的大力支持 他本人就曾和美共总书记霍尔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训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也是在中共输出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运动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组织之一黑豹党 从形式到内容诠释学习中共 提出的口号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所有权力归人民 毛主席语录是必读书 像中共一样 黑豹党主张暴力革命 其领导人克里弗在1968年预测说 大屠杀即将到来 黑人解放的暴力阶段来临了 他将广泛传播 在射击与鲜血中 美国将被染红 死尸将散堆在大街上 其他人也鼓吹暴力 游击战甚至恐怖主义 在很多黑人集会上 参加者挥舞着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 会议现场是一片红的海洋 和同时期的中国交相辉映 美国著名网上 政论媒体《联邦主义者》报道 黑命贵创始人 爱丽西亚·加尔扎 持有的黑人未来实验室 是由华人进步会 组织赞助的项目 华人进步会经常代表 中共赞助各种活动 其中有一次活动 竟是在中共国庆时 在美国波士顿市政厅 悬挂中共国旗 因其突出的表现 华人进步会经常得到 中共官方喉舌 《中国日报》的赞扬 今天西方社会煽动骚乱 暴力的形形瑟瑟的组织 可能自称团结一致 安提法 终结父权制 黑命贵 拒绝法西斯主义等等 尽管名称不同 其实都是共产党徒 或者共产主义同路人 美国革命共产党主席 创立的拒绝法西斯主义 就是个左派激进组织 2017年曾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目的是推翻2016年川普总统选举结果 由于历史原因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的 种族歧视的现象 民众为消除种族歧视所做的教育 宣传 甚至抗争 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共产邪灵利用社会上存在的 思想动向和矛盾摩擦 挑拨利剑 煽动仇恨 制造暴力 欺骗和裹挟了很多最初 并无恶意的民众 由此可见 解决美国问题的根本方法 就是要清除美国社会机体中的 共产主义毒素 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 同样也是如此 川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措施 如中美贸易战 推动废除奥巴马医改 减税法案 反对堕胎 施压朝鲜 移民禁令等等 本质上都是对共产主义 和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开战 川普曾专门会晤共产主义受害者 并在共产主义受害者 今年日致辞说 二十世纪被共产主义 夺走了一亿多人的生命 我们承诺反对这种 阴险的意识形态 并自豪地承诺 美国将永远不会成为 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缅怀所有为共产主义 牺牲生命的人 并致力于促进自由 以便子孙后代能够繁荣昌盛 川普非常重视 有关信仰的节日和活动 复活节 感恩节 圣诞节等等 都会积极参加 2017年5月 川普签署了宗教自由行政令 规定以后 美国外交活动中 应优先考虑国际宗教自由 川普在签署现场说 信仰深植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 这是美国建国的精神和灵魂 我们不能允许有信仰的民众 成为被欺凌和侮辱的目标 他们将不再沉默 几天后 他又在自由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 在美国 我们不敬拜政府 我们敬拜上帝 我们寻求神的保佑 指引和智慧 我们的自由 家庭和信仰 因神的祝福而长存 我们为此感到无比的谦卑 川普对信仰的前程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赞许 他的几年执政阻止了美国向深渊下滑的趋势 并将对美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无神论治下的中国人民也在川普身上看到了暗夜里的曙光 事实上川普近几年对中国人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 当中国人累死累活买不起车时 是贸易战让他们看到 原来一辆24万的进口车 经过中共的关税 增值税 消费税层层盘剥后 最后竟卖到90万 每个车主都被砍了狠狠一刀 半生辛劳 全家积蓄 都在这样那样的税负中 盗回了中共的钱包 当不少被洗脑的企业主 对共产党歌功颂得时 是贸易战提醒他们 外资和外贸才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大动因 中外脱钩之时 便是企业倒闭大潮的开始 不少中国人终于明白 原来所谓的几十年经济发展 并不是中共的英明领导 主要是靠外资书写所值 在矛盾的时代 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川普的打击下 中共苟言残喘 早就密谋干预美国选举 企图让川普败选 美国媒体2020年8月就报道 过去20个月来 全美各港口机场 截获超过13万张假造身份证件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和香港 这些假造身份证件 如果用来投票 可以决定几个州的投票结果 进而决定总统归属 前联邦检察官鲍威尔指出 民主党选用Dominion投票系统的 目的就是偷选票 并且这些系统内有中共的软体 和其他原件 他认为中共试图操控美国大选 力推拜登当选 大律师林肯伍德列属了 中共渗透美国政府机关 学校 收买政府官员等行为 更披露中共用Dominion投票系统 操控美国选举 林肯伍德直言 现在美国正处于 与中共的政协大战之中 事实很明显 川普能否胜选 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 也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关心美国大选 关心的也是中国人自己 川普的对手其实不是拜登 而是中共邪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美国大选的胶着 是另外空间政协大战针锋对垒的现实表现 魔鬼要利用共产主义毁灭人类 神要让人类摒弃共产主义 坚守传统和道德 在这个矛盾的时代 你支持了谁 反对了谁 都是你的选择 请谨慎对待自己的选择 希望到那一天 你会因今天的选择而庆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